云林北港一早大雨 民众忙着把家门前的积水往外扫 就怕淹进屋内 但于事实在太大 不止云林出现了强降雨 还有国道一号的彰化 秀水路段也是下去大雨来 前方车辆近期不小的水花 行车视线不佳 为了安全器件驾驶都放慢速度 最强美雨封面来袭 截至19号的下午4点 干预累积雨量最多 就在云林台西乡的233毫米 云林卖辽乡达到197毫米 另外四湖乡则是超过180毫米 提醒大家目前在西半部地区 宜兰地区 澎湖地区 仍然会有机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尤其现在正有一个强的对了云气 往云林的地方靠近 所以云林仍然是我们豪雨特报的区域 雨淡狂炸 周三开始至了封面持续的难移 要注意局部大雨或豪雨 周四开始加上西南风的增强 雨是更为明显 一直到周六前 全台都要注意大雨或豪雨发生 尤其周五还要留意 周南部山区降雨可能出现大豪雨 而周六下半天 雨是相对的缓和 但还是有局部豪雨 等于周日封面再度难移 这段期间 南部地区的天气相当不稳定 这道封面未来还有机会再往北移动 星期四开始西南风增强 噴出了比较暖湿的空气 到位于台湾上空的梅雨封面带上 很容易造成旺盛的对流云气 在星期四星期五甚至星期六 影响我们的天气 就容易带来瞬间短时的强降雨 闪电雷击或强震风这些剧烈天气 支流封面受到北方冷空气 太平洋高压 以及西南风三股势力的影响 因此徘徊不定难以预测 气象局也提醒民众这段期间 一定要严防短时 长江雨 接下来综合报道